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一刻 我们已经分不清至现实还是梦幻 远处的水与天已经没有明显的界限 在这里 天是湖的一部分 湖只是天的补充 四真四幻 沉浸在这只属于我们的奇特景色中 我们终于见到了天空之镜它本该有的样子 大家好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叉下盐湖的游客集散中心 我们有两三年没有到这儿 这块变化还挺大的 以前我记得是把车停好 往前走一个大门就可以进去了 那现在的规定是 因为景区目前是免费的嘛 所以把车停在这之后要做一个百度车 大巴车 然后把我们从集散中心拉到游客中心 在那如果要航拍的话 进行一下无人机的报备 然后就可以玩了 所以我们先去前面找一找大巴车从哪坐吧 只需要买那个大巴车票 还有里面有什么观光小火车那种消费项目 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再买 然后门票等于是六月底前都是全免的 这已经是我们第三次来到叉下盐湖了 但是人是最少的一次 往年六月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旅游旺季 每次我们刚到停车场的时候 就有好多小商小贩都说那个要下水用的雨鞋啊什么的 今年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真的还挺神奇的 因为叉下盐湖每年就是六七八这三个月 旅游是旺季 没啥人我们现在凭着免费预约那个券 从那扫二维码什么就可以进去了 这又是这几年火遍全网的叉下盐湖进去 看一下来转一圈看一看这周围 再看看那边 哇这条道我们以前每次走的时候都是人挤人 对这边的有红线的这块其实是电瓶车走的 对 然后新人是走在那个红色那条路上 对 像我每次来的时候呢电瓶车络绎不绝的 是 然后新人也是人挤人特别多 当时为了让大家走路方便点都是分流的 进的时候必须走这边出走那边 不然两边就腿起来了 对 然后这边是小火车的始发站 就是大家在网上看的那个有倒在水里很漂亮的小火车 始发站以前来的时候呢这里人都是那种S型的 然后排好远几百米的队要等一两个小时吧 看看现在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查查盐湖的湖边 再往前面走50米就可以看到白色的湖水了 我已经是第四次来到这里了 然后这里变化特别大 2015年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当时的车是可以直接开到湖边的 就这个位置 大家看一下这边有一排吃饭的地方 有一排肉鸦膜德哥是什么的 都没有开呢 就是挺纳闷的 因为今年毕竟景区还是免费嘛 那来到这之后游客比我想象中的少了好多呀 我想说起码还有一点 我们现在去湖边玩一玩吧 因为查卡盐湖是位于青海省海西州 海西州是一个蒙古族和藏族自治州 所以查卡这两个字呢也是一个藏语 在藏语中呢查卡二字的意思是岩池 然后在蒙古语中查卡呢是指的青岩之池 大概意思都差不多 让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眼前 这白白白的一片就已经到了盐湖边缘了 然后还有一些很漂亮的盐雕 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么大一片盐湖呢 查卡盐湖是怎么诞生的 这就要从地质运动还有板块构造说起了 大家都知道青藏高原它以前是一片汪洋大海 因为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然后使得青藏高原整体隆起 在隆起的过程中呢就会有像这种塌陷 塌陷的地方它就会积聚了很多的海水 但是呢在那个时候查卡盐湖并非是一个寒烟量很高的盐湖 它其实是一个淡水户 现在也是因为一直持续不断的地质运动导致那一块的 就我们现在手指那个方向的山体隆起 其一方面呢切断了它的湖济水源 使它的含烟量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呢也是使得湖水不能再往复流的 它就整个变成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了 所以呢现在我们眼前的盐湖是这样子 一片雪白 海岸量非常非常高 我们现在要走过一个桥 到前面那些雕塑那边 那个雕塑呢就是盐雕 这都是盐铺的这个路 对 里面全是这种亮晶晶的金状结晶铁 是 所以我们现在到了一个盐的世界 对 到处都是盐 其实我们前几年去叉尔汉盐活的时候 得到了一个冷知识 就是像这种用盐铺成的路 如果中间比如说被大车或什么压出那种坑了 怎么补 不是往里面灌盐 而是往洞里面灌水 灌水之后呢 那个盐就浮起来了 对 那就平了 对 很漂亮的 其实我们七八月来的时候 我每次身上黏糊糊的 太上一蒸发 今天因为冷啊 对 也不黏了身上 有风嘛 挺好 我现在每次身上黏死了 真的 我们七八月来的时候 因为周边的盐水在挥发了哈 对 哇 身上全是黏的 太难受了 对 每年就是七八月来的时候 虽然是七八月 但是这边温度还是不高 对 按道理身上不会那么难受的 对 不会出那么多汗 对 后 我们最早的时候不知道 以为是身上出汗了 它结晶成颜料了 对 后来发现就是 高温使得这里面的卤水蒸发之后 它到人身上之后 又变成那种小结晶了 对 每次从这儿玩完之后 出去手一刮一层盐 吃冰糖吗 跟一把冰糖 哈哈 我们上次来这儿玩的时候 好多人拿瓶子装这个回去 可能是做纪念吧 这是工业盐 你看它这个在阳光下啊 亮晶晶的 不灵不灵跟水晶一样 其实这就是工业盐 我看一下 抓几个 我给你不过来 我才扔了 压得很 尖得很 看 真的像冰糖一样 对 前面两个是盐雕 对 那边那几个都是 这一圈 包括后面那个 都是盐雕 但是盐雕的缺点就是 它经不起下雨 我有一年来的时候在下雨 雨水比较大吧 盐雕上面都冲出了 那个小水区了的 刚刚那个师傅也说了嘛 最近雨水比较多 这几个盐雕都不太行了 嘣嘣嘣嘣 地上全是盐啊 哇 我从来没有见过 这样的叉叉盐湖 就我们两个人 今天查假盐湖这边的天气 真是非常的给力 这会儿风也不是很大了 大家看一下 我身后像不像一面镜子 刚刚有小火车过去了 文涛航拍的画面超美 那个火车蓝色的 然后印在这个湖水里面 蓝天白云搭配上的 真的太美了 你看我现在 在这个木栈道上走 两边都是浅浅的盐水 下面是白色的结晶体 特别漂亮啊 有种人在湖边走 宛如画中游的感觉 这就很明显能看到 下面是盐层 对 上面是水 水又刷了十公分 这边能看到盐层吗 就那个啊 对 就那个有纹理那种 对 就那个泛白的 白白的就是盐层 对 因为下过雨的原因 算是有一层水 这个地方呢 我虽然冬天没来过 但是我看到别人冬天拍的照片 基本上就没有水 全是白色的盐 在表面上 然后大家可以看 远处那几个颜色发生的 有几个像洞一样的东西 那个就是洞 我们每次下水行走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那种洞 有时候还往下陷了 真的 你像近一点这还好 远一点的 人家工作人员跟我们说 有的人会掉下去 很危险的 对 这一块为什么围起来 不让大家下水 就是因为这块的盐层比较薄 对 大家看这块的盐 它明显那个白色的程度 要低很多 对 所以这个盐 盐坑下去就比较危险 然后往前面走一点 那块有一个 就专门让游客去跟盐水亲密接触的位置 对 那个地方应该是 景区肯定也是考察过勘探过的 那块盐特别厚 大家不会有特别大的危险 最多的是我们上次玩的时候 最多的膝盖着的位置 陷阱就这么点 对 那有风超美 是 雪山 一圈都是山 太好看了 这个天空中间不能有风啊 又有风一刮 镜子都没了 哎呀妈呀 瞬间的镜子全部没了 就变成水浪了 水波 我们现在插下边上 看那个板 那种可能就是溶洞 盐溶洞 是吧 对 表情就会掉下去了 还是怕游客跌落嘛 然后用那种 那种其实轻的可以浮在上面 对 边缘拆在周围的盐藤里 比较坚固了 坚固了 所以说其实茶匣的话 其实今天是拍照效果更好 是吗 是的 就是天上要有一点云 云多点也无所谓 但是不能是纯晴天 那样就不好看了 对 但重点是要没风 还是不能下雨是吧 一定不能下雨 我有一年来的时候 是下的暴雨 那个水全是灰色的 天也是灰色 来时候感到末日了 那种 对 看了 这个电竿就是以前的铁路用的 嗯 最早的时候呢 铁路是在这个位置的 其实 这都是后来才修的 最早的时候就这有一个铁轨 而且那个并不是给游人玩的 那就是人家旁边的盐厂 他们拉盐运盐 是一直投入工业使用的 是 现在呢 这块全都拆完了 这儿崭新的一个铁路 拉着游客 然后这些歪歪斜斜的 电线杆还没有拆完 这是以前的见证 现在走到这儿也感觉脚挺不舒服的 沿颗粒太大了 我们有一年就是下水玩了之后 光脚走的 对 脚很痛 哇 你看这眼泪太大了 咱们把这收拾一袋子回去 回去送给爸妈 听她说是冰糖 咋样 你尝尝 来 给你吃个冰糖 然后我跟你说 然后你妈把这个 拿这个给你做红烧排骨 我又刷出分界线了 就一会儿火 是吗 对 我感觉胳膊疼 大家以后如果从低海拔过来 还是尽量把这个防晒做一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